继续呢 我们在幸福家庭甜蜜蜜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 我们离婚了 孩子你要跟谁呢 当我们听到一段婚姻关系结束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常常就是孩子跟谁 不管说答案到底是什么 换来总是一生溃叹 孩子没有选择家长的权利 又无法阻止家长离婚 那大人在离婚的时候 想到的常常只是孩子是我的 如果说呢 我们肯问一生孩子的意见 相信他们会说 我要爸爸也要妈妈 希望爸爸妈妈都能够过上快乐的生活 那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呢 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 高雄医学大学 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的 陈正智副教授 来谈谈我们离婚了 孩子你要跟谁 真正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来谈说 这个离婚对于儿童啊 短期跟长期的影响是什么呢 离婚这件事啊 其实不是 我们在学术上讲 不是一刀两断 就是说离婚就是这个点 切下去就离婚 它其实是一个过程 离婚前面就有很多争吵冲突 然后要孩子 谈判的过程上要孩子选边站 然后表态 孩子就情感一直被撕裂 所以孩子离婚期 家长的离婚 前面那个冲突起 对孩子内心去影响了情绪反应 是非常强烈的 尤其在不同年龄的孩子 因为孩子越小冲击越大 因为他们需要大人照顾的时候 大人也忙着自己在面对各种压力 无暇照顾他们 那他们都发展需求 就没有被关心 所以短期来讲 他就是那种面对冲突 面对家长那种情绪高张 然后他自己要选边站那种压力 然后长期来讲 孩子不会表达这些压力 他会在日后的人生 在不同的阶段 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 像有的就会害怕 建立一段亲密的关系 有的没办法走入家庭 会用各种方式去呈现 所以离婚其实不是这一段或那一段 尤其台湾很多 我们都知道 如果能一起来有探视权 维持一定的探视权 然后一起补养是不会有问题 离婚不一定不好 因为尤其在每年重复的家庭 倒不如在一个 别人有距离的爱 然后通常都是爱他的长大 可是现在就是离婚的时候 通常有时是带着仇恨 对 真的 是失裂的 所以他连探视都不让他探视 甚至讲对方很多坏话 所以孩子听到都是对方的丑陋 对不对 他心目中美好 父母的形象都要被摧毁 然后台湾人只会争监务权 都堵一口气 那真的那种监务权之后 他到底意义何在 我觉得大人没办法相处 不代表孩子没办法跟某一个大人相处 我就是维持他的权力是基本的 好 那刚刚老师有说 就是如果是不同年纪的孩子 面对说家长离婚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 不同的接受程度跟反应 那这部分呢 是不是老师也可以 跟大家来谈谈看呢 好 我们在学理上 当然不能用年龄 就一定是 就怎么样这样子 对 其实学术上一直在研究 年龄跟性别 这两个有趣的意思 就说孩子是男生 然后跟爸爸跟妈妈 然后是女生跟爸爸跟妈妈 还有不同年龄层 当然还有原来孩子的性格 内向性格 外向性格 支持系统在不在 但是如果单以年龄跟性别 确实很多研究在做 那我刚才讲年幼的受伤害比较大 也比较深远 他们从晚伴随种焦虑 常常要面对家长的那种 在他面前爆发 分离的焦虑 恐惧 他看过那些争吵的画面 当年长的孩子有时候冲击小 是因为他有朋友啊 他有支持系统 他会找人家聊 所以父母离物的反充 对他比较小 当然了 可是现在很多孩子是很内向 他没有朋友 这些群压力就会大 我觉得你在电影 我有很多电视剧常看到 孩子如果高中大学 父母一直吵 他们还会说 你们赶快离 劝父母赶快离了这样子 要不然大家都很痛苦这样 对 每天都找到一个场景 所以孩子有能力独立的时候 他反而不会在意那个 所以年龄确实影响很大 我还想到一个部分 就是说因为以这个孩子他们发展来讲 青少年不是就是一个要分化吗 跟家长分化 然后独立的阶段 会不会说其实他们就已经是一个跟家长独立了 小朋友是其实是跟家长是在一起 还没有分化的 所以这个也会有一些关系这样 因为他本来十几岁就是一个人生的叛逆期 就是要从父母身边一直剥离 对对对 把它拉开啊 他以前是孩子叛逆家长要赶快把它丢出去 可是父母吵架变成孩子要把父母开除对吧 我想本来就想跟你们保持距离啊 你们这样吵我更是把你们踢开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啦 但是他在某些情景还是会触动他的情感 你看想假如他去出大学 人家逢年过节要回家啊 他没地方去啊 对啊 他是父母离婚了 然后只有爸跟爸爸或妈妈 就是一半 对然后爸爸妈可能又在忙 我以前的同学就是啊 嗯 老实说嘿 他回去没地方去啊 他回去是空空的房子你知道 对 或是说爸爸妈妈有另外的伴侣了 那你去的话感觉自己好像又是个外人这样 对对对 结果那些顾虑嘛 啊如果你看夫妻都在至少会互补吧 其中有时候爸爸忙妈妈还会在 知道哦 那角色还会在 那他变成有时那个互补的角色就会不见 他常常面对家庭就比较压力就比较不一样 就比较是一个空风荡荡的家啊 所以这些也是会让他产生问题 啊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残留的问题就会出来哦 你看有的害怕建立亲密关系 可是有的就急着去寻找另外一个关系来弥补他欠缺的这段关系 对不对 所以有的也会快速的想要找一个伴侣啊 找一个配偶 然后都不理性 然后又走入这一条增长离婚的过程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也可能会对孩子未来的这个婚姻家庭也造成影响啊 对对我们我们虽然社工不喜欢早期决定 过去决定啊 我们不想说那以前怎样后来一定会怎样 但是即使我们再不喜欢就是很多这样的 因为你这人真的受你成长环境影响很大 然后很多因你或创伤是会让你带来某些恐惧的 所以一定还是有影响 像我说找工作这件事最明显 找工作一定跟你熟悉 其实还有你家人做的工作会有一些相关的 你过去找一个你完全不懂不熟悉的啊 除非你有认识的朋友在做那个 否则你真的很难啊 你看360行我们为什么不去做那个对不对 那是一个我们比较特别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受父母影响 父母在做这个他很容易就会受那个影响 是好那过去的法律是采取父权优先的立法 子女的兼顾权原则上是归爸爸所有 那随着时代变迁现在民法修改规定 对于子女兼顾权的归属是以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做考量 不会全然归属在爸爸那边 那离婚之后呢除了说经济状况之外啦 那男女都会面对离婚后的调整还有适应吗 那这个对孩子的成长跟教育会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这一块社会进步很大 因为以前就是男人当家 大部分女性没有工作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性别平权 所以他现在在判决上会以谁最有能力养孩子 然后给孩子最好的环境 所以不只是经济哦 也可能包括他的支持系统 或者他还有其他亲属可以替代吗 对啊 这些都会被纳入考量 所以兼务权的决定是复杂的 现在为什么要兼务权访试 我们会派社工去 司法体系会派社工去 委托社工去心理 去那个家里访试他们的状况 那就用到刚才子玲讲的 给他一个最佳利益的考量 然后最佳利益 现在我们在判儿童的最佳利益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要尊重儿童的 这虽然是儿童四个权利 最优先考量的一个权利 可是其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权利 叫儿童的表达意见 表意权 意见表达权 所以不管他多小 都以他能表达的方式 各种替代方式让他表达 像很小小朋友可以演手游戏 去投射啊 演公仔啊 演娃娃啊 而且他不用全部了解 也不用说要全部讲清楚 他只要能表达他的意见 我们就要尊重那一块意见的表达 所以现在在家里也很复杂 要尊重孩子本身的意愿 然后不同选择的优缺点 外界学者专家 或其他人意见的引用 还要考虑孩子的事实 因为儿童比较特别 那么我们年龄你一错过 就来不及 像他要入学 他跟妈妈跟爸爸住的地方不同 要进国小 那个很复杂呢 所以你延宕 他入学就会受影响 所以整个婚姻的 这部儿童安置是有他的急迫性的 所以这些都是会考虑进去的 所以对孩子 我们现在的监务权的仿视的监务权的 判定是很复杂的 当然他的成长 他的教育当然会有影响 李温厚 他跟谁所在的环境不同 然后有没有替代亲子的人 或其他 虽然经济可以 他可以去找专业父母 用补习安亲班都可能 或是阿公阿嬷在 这些都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模式 教育的影响 所以这可以看到是不一样 所以这几年你看 然后还会判那个仿视权探视权 所以现在的法律 其实是蛮细腻的 是 好那刚刚老师有讲到说性别 那男孩子跟女孩子 在接受大人离婚上面 不知道会不会有性别上的差异 然后各自他们会有什么样 适应的一个状况出现呢 现在的研究还是证明 男生小男生如果大人离婚 小男生真的比较容易在家里或学校 会出现一些偏差或扰乱的行为 他可能会侵犯别人 故意伤害别人 就是会引起注意或得到 希望讨到关心 或他有些很容易 他会透过这种比较男性荷尔蒙的关系 外险的方式 去发泄去 所以他扰乱的行为会多 像可能功课突然一落千丈 不写 在学校故意去骚扰同学来发泄 女童的调试通常比较好 女生对这种情感的东西 心情绪的东西 然后快速找到依附 调试确实比较好 所以小男生都要特别注意 那你也看到食物上有一个很尴尬 所以离婚 如果妈妈硬要小孩 带一个小男生 你看被接受可能度就降低 嗯 我们社会 你在婚宁里面生个儿子是被赞美 说你真厉害 对不对 我们性别是在嘛 就会赞美 可是你主要离婚 如果你带儿子就变负债 因为大家就认定小男生问题比较多 比较容易出事 这都是偏差 可是确实研究起来还是有点差异 然后另外 如果小男生是跟妈妈 不是跟爸爸 小男生跟妈妈 然后妈妈没有再嫁 这种的问题也会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这样会比较多啊 因为妈妈就会把所有情感投资在她身上 就会抓得比较紧 那是指孩子她要跟外界的关系 可是孩子应该会比较稳定吧 会不会 没有 她的独立适应性就会很多问题 真的假的 就会把妈妈加住 然后 而且到长大 她的生完婚姻也一样 妈妈不要放手 妈妈一辈子记多多在她身上 然后她的很多调试就会问题比较多 然后另外如果跟同性别的父母住的儿童 反而自我价值就会比较高 就是男生跟爸爸 女生跟妈妈 好像又调试的比较好 那当然有些跨性别确实问题比较大 因为我遇过一个爸爸说 他是爸爸 然后他是上婚 带女儿 对他不是离开上婚 要带女儿 结果他第一个很大问题 女友月经典要不知道怎么交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他后来是去找他女性的同事 来帮他交 然后女友月经典要注意什么 他也不懂 以前就大拉拉的一个男人 让他注意这些 所以他是后来很不好意思的 跟办公室的同事开口 那些同事就办一个餐会 请他带女儿来 然后就偷偷趁机会跟他讲 所以有时跨性别会有这些小问题 是 像你妈妈怎么教儿子刮鬍子 哈哈 有点难 所以这些都有一些调试上的问题 他也看过很多戏剧都有 你看那个妈妈一路寒心如苦 带这个稍微叛逆不乖的小孩带大 如果那儿子要去交一个女朋友 我妈妈有时会觉得被夺走了 知道吗 那种不放手或介入 双方都会有一些调试的问题 所以这些大家都努力在研究 都很有趣啊 可是我觉得这些是以前男女 极端分化的时候会很明显 现在比较好了啦 像男生都被养得像暖男啊 贴心啊 女生都独立自主 草食男暖男这样 女生又要非常强看男人婆这样 对女生都独立自主了嘛 所以你说要分说啊 儿子女儿有没有那么大差别 我也觉得还好 像我们刚才讲没人交 现在网路很方便 真的我刚刚也是想到这个啊 对啊就一查就好了啊 对然后还有影片对不对 我想应该都很多都查得到这样子 对我觉得现在时代跟以前 那种比较封闭资讯不足 不一样的啦 知道啊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最原点就是 经济才是关键 对不对 就是你不管离婚或双亲 你只要经济 而且离婚后那个财产分配 或什么 经济才是关键 如果你有钱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专业的 或替代的 或补习的方式 给他比较好的网路工具 对不对 这些都可以弥补 我觉得经济 然后你不用忙着赚钱 然后都没有时间陪小孩 所以回头还是经济比较重要 所以以前离婚都要谈小孩归谁 我觉得现在聪明的人 钱也要谈清楚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还是重要 好 我刚查了一下 教儿子刮胡子 其实影片上面还是有的啦 如何安全干净 快速刮胡等等 好 那我们继续要跟 有有有 跟郑正老师来谈谈 就是说 那现在离婚率其实也蛮高 好 我就想说我爸妈那个年代 其实那个离婚率是低的 那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孩子好 所以大人好像就比较会去忍受 彼此对婚姻关系的不快乐 不满意 然后坚持不离婚 好像是这样 那所以现在呢 是不是老师 你也可以跟大家谈谈看 一些经验这样 你这个常常有一些误解 很多人都说以前离婚率低啊 然后以前有一块不离婚 是因为那个道德的压力 社会的道德犯道德论 然后把离婚的角度就是人生失败 对 而且还是很多会这样想啊 对哦 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不好搞 哦 那很多人是在那种街头巷尾 同事讲的很难听不理嘛 那现在个人主义高涨 谁要忍那些啊 知道哦 而且很多离婚后 还嫁更好 娶更好的 知道哦 因为第一个 台湾社会常常很悲哀啊 都是大学高中认识 第一个异性 然后就跟他谈恋爱 然后就结婚了 然后连被抛弃的经验都没有 知道哦 就走入婚姻 后来发现那一个 就是一场误会啊 知道吗 因为误会而在一起 因为了解而分开这样 对 那因为后来社会历练多 你可能再早的是更成熟的啊 所以现在不会那么委屈的啦 所以老实说啊 以前都是因为 以前的离婚率低 人比较有情感忠诚度 没有以前是替代性低 你要离的要再娶很难 再嫁很难 以前会被讲得很难听 现在这些都比较正常化以后 我就OK了 然后分分合二 像是时代的常态了 那现在的离婚率高 也不能怪说都年轻人无情 我觉得这个我也要澄清 因为年轻人根本没结婚准备 嗯 你听懂我意思哦 就结婚率也低啊 对啊 所以离婚率高 台湾的离婚率高 中高领也贡献很多 有有有 我听说好像有一波 就是那个 要退休的那个时候 那可能也已经就是空潮期 然后呢 很多女性就会觉得 她对这个家呢 已经尽责了 孩子也大了 所以呢 她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了 这样 对 赶快跑吧 跑是彩色的啊 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社会离婚率高 不要老是归咎到年轻人年轻人 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好笑 年轻人没结啊 来离婚 知道啊 当然现在年轻人一辈子会结离很多次 所以就提高离婚率 他们一对一个人就可以 产生很多次数字 好多次这样 对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啦 所以你看这本来就是 然后离不离 坚持不离婚就会比较好吗 我觉得不一定啦 但离婚真的可以解决某些问题 但是 他确实还是在那个过程 我一直强调 会有让你很大的精神上的伤害 然后你生活会产生开始 其实一个生活重大改变 离婚其实要改变很多生活的习惯 原来的日常的生活 然后更惨的是离婚其实 对男人最大的伤害是 情感支持会突然之间不见 女生也会啊 我们现在是在帮男生说话 跟帮女生说话 女生也会 女生一定可以聊 我们男人没有 对真的 对我们以前至少偶尔跟太太 还可以有一些东西可以讲 现在没有 只能找下一个男人 都碰风吹牛啦 没有强情感 真的哦 男生的男人都是在那边碰风 这样子哦 对都是那一种 我喝喝酒不讲话这样 对啊 或是讲那些当年多厉害啊 做过什么风吹 我越当兵多强那种 好 都讲到不是情感的层面啊 所以离婚男人情感的支持 会突然断裂 所以你看 除非他赶快去找下一个 嗯哼 那以前的社会比较担心的女生是经济 我觉得女生如果经济这一块 因为台湾大部分家庭还是以男方收入为主 是 我们到现在虽然性别平权 还没有那么平权 是 女生心目中还是找 希望找一个经济比她好一点 比她更好 然后甚至要能依靠她 就养成这个习惯 女人都没有 很多女生都不想说自己要赚很多 根本不用靠那个男人 知道哦 嗯 所以离婚确实经济会冲击很大哦 啊 那 所以我们刚才说 离一段一段不愉快的婚姻 还是会有负面的影响 还是会有负面的伤害 所以你说 离婚不离婚 不离婚就会比较好 离婚就比较好 我觉得这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嗯 所以老师的建议就是 还是要问自己咯 嗯 嗯 好 我们在处理上的话 就是你要去思考 我离婚啊 会解决掉什么问题 但是他因为面对什么问题 哦 那我不离婚什么问题继续在 但什么就不会发生 对吧 那你要去衡量利弊的事 没有全赢或全输的啦 你如果衡量之后 利益大一笔 你就选那一边嘛 嗯 那我觉得最棒的是 离婚 我刚才讲半天 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是你离婚 一定会有负面情绪的创伤 会人生有一段落 是代表你失败 你错失败 那正常 那是任何人的正常反应 但不用去这样否定自己 知道 然后一定会有那些负面情绪 一定会有不愉快 但是怎么去影响下一段关系啊 现在的社会 可再替代的好处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再用上次的经验 然后避免重蹈覆车 而不是一直在那个地域一直循环哦 有人永远就是逃不出那个习惯 然后永远这样的互动模式 然后失败 然后又找一个又从头开始 我觉得那个就是 哎呀 同一件事跌倒两次就是笨蛋 对吧 嗯 那否则他从这段失败婚姻 如果能经营下一段更好 我觉得很棒啊 嗯 嗯 是好 因为自己以一个女性的角度 其实我就会好奇 像你们要是一个女生 不管你结婚未婚 有一个男生离过婚 你就会决定他不好吗 这有些人的观念啦 就我听过就有的人会觉得说 离过婚的男人可能会更好 因为他更懂得婚姻 但是也有人说 他可能还会再继续离婚 因为这一派的人说法是说 反正也不会继续教训跟进步这样子啦 所以说就是自己要评估一下 不过就是 据我所知道的 其实有 不止一位 还有几位这样子 我周边朋友离婚 那即使是说 他们自己要离婚的 其实心情都不好 那当然来找我聊的 大部分都是女生 很少是男生这样 大部分是女生 那他们确实就是说 比较会有情感上的支持 因为至少 我会听他说嘛 这样子 我才知道说 即使他们自己都想要离婚 但是那一个受伤 那个难过 那个低潮 其实都还是要很久很久 慢慢才能出来这样子 不是说 很多人都以为 那个关系很烂 你离开应该是高兴 没有 很多人这么想 但事实上没有 还是很难过 还是很创伤 超级的 对 所以很多人误解说 好像逃离是快乐的 没有 对不对 就是 但是如果真的想逃离 也决定逃离了 我觉得 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 他可能还是会 受伤难过 好长一段 那个好长就是好几年 对 但是我们社会对离婚还是负面的 这是可以提过 因为我问过太过女人 说两个男的让你选 没有第三个 一个离婚 一个史太太 离婚啊 西某人要选哪一个 女生几乎都选史太太 哦 你懂意思哦 我懂啊 他们总认为 离婚就是失败族 离婚就是 原有那个还会来骚扰 死的就没事 有可能啊 你懂意思吧 但是死的永远住在心里 我觉得 那你就有智慧点出盲点 他们都以为死的没事 有时死的英文不散 真的 他最怀念 拿个东西喝饮料 这杯子是当初他最喜欢的 你知道啊 都恐怖 我知道 那个英文不散才恐怖 那有时你问 好半天好不容易切开 他反而更不想 对不对 去看到那一段 可是我们社会人 你去问哦 大不然还是在选死掉的人 哦 我还是会看 离婚人当本人啊 我还是会看本人 对我觉得我们对离婚 还是有一些偏见 哦 真的有 社会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开放到接纳到 可是我这个乐观啊 如果有一天像美国离婚 那么正常 大家都在理 他就变成正常的一部分而已 大家也不会觉得一个人怎么样啊 你知道哦 我知道 但是目前还是觉得有问题 因为我儿子那时候读国小 我没记得 有一天他同学来我家玩 然后走的时候我就谈谈 说你同学怎样 他住哪里什么 然后我儿子突然神秘的跟我说 爸爸我跟你讲哦 我这个同学他不一样哦 我说哪里不一样 他说他没有爸爸哦 他就讲这样啊 而且他口气是好像一个秘密 你知道哦 那我就澄清 我说他爸爸怎么了 他说他妈妈跟爸爸离婚了 他爸爸就搬走了 你看他讲 可是你看在小朋友口中那个语气 好像同学在传 那个是不好的事 那是坏坏的 是 所以离婚还是 在我们时候还是被标签 哦 真的 好 那离婚之后家长除了要调试自己之外 可能面对孩子 照顾孩子 这个压力或者说等等的事情 就会更加的麻烦跟痛苦了 那要特别留意孩子哪一些事情 是不是也可以请郑芝老师来跟 这个离婚的家长们提醒一下呢 我觉得离婚 我刚才提到一个关键 就是你财务的支持 一定要把自己财务先健全 你的工作也不能因为受离婚而影响 我知道离婚过程心情不好 影响工作 但是财务的稳定支持 是你这一件事 能不能快速面对因应最容易的 最重要的基础 然后如果抢得到监护权的一方 不是为了赌气 硬要去拿到这个 你要有把握 你能教养孩子 养孩子 保护孩子 陪伴孩子 所以你不是抢到而已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然后忙 你就让他没有做到照顾 没有得到关心 你要保证你能关照他 你能管教他 自己没办法 没能力 没空 无法做 有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 协助我们 这个一定要思考的 还有你要赶快找到 你自己旁边的支持系统有谁 谁可以替代你弥补某个角色 谁可以帮忙 对不对 那没有拿到监护权的这一个人 还是要维持定时的情感支持 定时的跟他们吃吃饭 见个面 探视权 我知道有的后来自己也组成家庭 好像做这样怪怪的 可是你如果突然快速的展掉 孩子会有被遗弃感觉 就是被丢掉了 我觉得理性上有血缘关系 你偶尔还是要不要很腻 偶尔还是要吃吃饭 看着孩子成长 问问他最近的状况 我觉得那些还是重要的 所以永远 我们都称为生态系统概念 你从你内在自己能力的培养财务基础 然后往外扩的支持 社会支持 你有没有地方可以得到一些 包括资讯 包括你自己情感的支持 实际的一些金钱物资的支持 然后把自己可能面对压力 都要降到最低 有什么压力就要去面对那个压力 处理那个压力 我觉得这是不便的 好 那么最后呢 就是听众如果有任何家庭相关的疑问 可以寻求哪一些社会资源的协助呢 好 那个有人你要找自己亲朋好友问 可能会尴尬 会有情感的压力 那如果有任何家庭相关问题 我们不管伴侶相处 子女教育 亲子沟通情感问题 其实如果你找一个专业客观的 反而好一点 那高雄市有家庭教育的咨询专线 4128185 4128185 他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早上9点到12点 下午2点到5点都有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晚上6点到9点 也没有夜间的服务 所以你有空在这些时段内都可以打 他除了可以电话咨询 他有很多活动或课程啊 如果想了解 就像我们高雄市家庭教育中心的网站啊 脸书啊 他的粉丝专页或官方的line 你都可以看到 其实不要闷起来 就多跟人家互动啊 就可以增加很多 你找到的支持的力量 嗯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 邀请到高雄医学大学 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的 陈正志副教授啊 那今天呢也要谢谢 陈正志老师来跟大家谈 我们离婚了 孩子你要跟谁哦 这一个话题了啊 那我们就谢谢老师咯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